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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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牛仔扒 牛仔扒要做牛肉就可以了 很簡單 新開箱 買來 其實淮山有很多種做法 可以做甜淮山 很美味 不過 我買了牛肉 淮山炒 好 買一綠淮山 我是月主月好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淮山炒牛肉 大家剛剛見到我又在街鋪買 淮山 這條淮山 18元一斤 不過都挺漂亮的 粗身的 淮山其實可以煲湯 大家都知道 其實冷盤也可以 是很容易做的 很有益 15.8元 這條挺漂亮的 你看看 另外呢 我今天炒牛肉 牛肉何來 牛肉你都知道 我很少去牛肉店買的 現在都差不多了 我剛剛選了這個牛仔扒 36元 這塊挺大塊的 不過我一餐吃不到 我用了算了 那我就將它吃一半 留一點 明天看看做什麼 牛肉餅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那我就拿一半來炒牛肉 就可以了 另外就放些薑 蒜頭和乾蔥頭 就完成了 好 馬上做給大家看 淮山買回來 很多泥 我們基本上要排泥皮 泥皮之前 我們要先洗一洗 因為如果你不洗 就這樣泥 這些泥會藏在淮山 就不漂亮了 好 現在就要處理這半塊的牛仔肉 其實它都不錯 這些牛仔肉 挺新鮮 這些肥膏 就倒閉 我現在就倒閉這些肥膏 其實這些牛仔肉 都沒有選擇餘地 都要吃它 它都不差 例如36元有這麼大塊 現在我切了這塊 都是16元左右 剛才我還留了一大塊 因為不想炒這麼多肉 這些肥筋 看見就可以了 切牛肉 都是要順著紋的 怎樣才知道 這些這樣 一條條 如果這些一條條 看到它本身 如果你這樣切下去 即是把它抹開的肉 它整堆就不好吃 反而你現在一條條 只要橫切 將它的紋理更碎 它本身已經直紋 它本身已經直紋 看到嗎 如果這樣就可以 它這個筋 它就會硬 這條肉很硬 你怎樣 反過來 將它的直紋 切 將它的直紋 切一片片 其實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些牛肉 其實就是一條條 你切都切得開 所以切牛肉 要根紋理 只要你根紋理 切就可以了 切薄一些 一炒出来,快炒就可以了 不要煎太久,很漂亮 牛仔肉也可以 好,让我切好菜 切好肉,现在就腌一腌 放少许生粉 半茶匙就够了,不用太多 放两盒油,因为它很好吃 放两茶匙,多一点也不要紧 放一盒酒 因为冰的东西就要放少许胡椒粉 有些包装胡椒粉很方便 腌一腌,腌几个字就可以了 15分钟就马上炒了 蒜头切片,切粒也没问题 大粒小粒也是这样炒 有些味道 姜切一片片 多些姜就更好吃 切多几片 干葱头切两个 如何切都可以,没有所谓 当洋葱做 用盐煮少许滚水 这些淮山要拖一拖 有很多淀粉 加多一点盐,看有少许味 淮山已经洗过很多泥 如果你没有洗过泥 泥就黏在肉上,就会啡啡的 不要了 刮去的时候,它会令到你的手痕痕痕 你们最好就是戴手套 如果你们没有手套 就像我用一张纸巾 这样握住它 薄薄的 其实用刀刮都可以 很多都是用刀刮的 如果你们没有,就用一张纸巾 薄薄的刮去就可以了 轻手一点,看到哪里有问题 就整理它 这些头那些 OK 先洗一洗 切淮山 打斜都可以 一粒一粒都可以 不过不要切得太细 很快就会溶 不要太小 一粒一粒都可以 很滑 拖拖水 OK 拿去拖拖水就可以了 煮滚少许的盐水 现在就拖它 拖一分钟就好了 拖得太久 又淋了 很难炒 现在拿过来 再拖,没东西吃 现在就擀一擀水 先炒鸩肉 放些油 少许就可以了 首先把薄薄 因为薄是久热一点 所以薄的味道要久一点才出 所以先煎一煎 如果和蒜头在一起 蒜头焦了也未出味 所以就要分开来做 你闻到姜味 就可以加入蒜头 有了 有姜味 现在就放些蒜头 煎一煎 让它有点焦点 看到蒜头焦点就可以了 不用煎出来 这些牛肉 先拿去煎 煎一煎 不是很小的 煎一煎就可以了 放些干葱头 没有所谓的 像洋葱 没有双香 没有也可以 不一定要有的 煎了一会儿 就要翻翻它了 以前三十多年了 我在牛肉店买 牛仔肉 他说最滑的就是牛仔肉 就是买了这些 想不到今时今日 在冬肉公司买了这些 好 煎一煎 现在就放这些 放下来 遲点就黑了 已经黑了 不停煎一煎就可以了 它本身是黏的 你看看 好像打了一会儿 加少许酒 少许酒 让它有点香味 不要太多 哇 让它煮一煎 很香 只用蚝油腌了一会儿 是不够味的 再加一点 够了 什么都不用加了 让它的味道浓郁一点 拌一下 很容易熟 有些淮山 生食也可以 所以不用炒得太熟 锁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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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 现在用水就好了 放一点葱花 再香点 OK 够了 现在拿过来上去 好 拿过来上去 你看看 沒有打蜆都會黏 其實很好吃 做甜也行 做甜淮山的潮州很好吃 其實我不太懂 我待會兒學了我也想拍 拿出來再跟大家說 一個很簡單的菜 淮山片不只是來煲湯 要來炒 很好吃 放些薑 蒜就可以 有些朋友放些泰式辣椒醬 韓國辣醬 很濃烈 我覺得不好吃 因為它本身的淮山是很清 沒有什麼味道 但本身是清甜的 煲湯也找到 隨便炒就可以了 牛仔肉是嫩的 嫩滑 但最重要是要切 先偷一塊淮山 這塊淮山很爽 先吃一下 好香 像吃筍一樣 很爽 很爽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愈煮愈好 鮮美麵士蒸大魚腩 是非常簡單的 放幾條蔥花 比較好看 其實已經夠了 如果不夠味 就放一點醬油 現在的醬油很爽 好奇妮 這麼大條的大魚 才是最好吃的 是最好吃的 是最好吃的 是最好吃的